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医生说有人只是肝咳 好的 那我们看看你原始的肖 今天是我阳性的第三天 医生根据我今天出现的新的症状 给我开了一些药 我今天一共吃了管退烧的布洛芬的一个冲剂 然后一个管头痛的药 还有一个止咳嗽的一个止咳糖浆 然后三个药吃完之后 咳嗽的症状是有明显的改善 也不再发烧了 然后头痛也是得到了特别快的缓解 你现在还挺好的 我在这个方餐院里面还能给大家 就是以自己的这个经验来介绍一些东西 就说明我这个阳性的这个这段时间 还是有那么一点意义的 出院的时候一定要画一个美美的错 然后跟现在就是形成一个反差 我扭护的紫园又回来了 今天就这样磨换的一天 早上开始呢 我就发现自己稍微有一点嗓子有点哑 但是我当时是以为是空调吹得太干了 然后喝了很多的水 可是用了一个棉花清温今天早上的时候 然后中午的时候嗓子不哑了 鼻子也没有不同气 但就是发高伤38度5 然后在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 我就转变了这个思想 然后我就用了这个酒精卫生湿巾 来擦自己的额头手心 业温柔心 然后很快就达到了这个退上的效果 大概在这样擦湿在半小时之后吧 我的体能降到了37度8 就是目前呢是一个 我站起来不会头晕 然后就这个发生就有难受 可能是能忍受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后来我又有点好奇 测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嗅觉 我吃了一个酸奶的糖 然后发生自己的嗅觉还在 就这样的话 可能不会照顾我这两天进食的这个食欲 这样就还好 好 目前出现的状态还是比较少的 然后希望自己的这个状态 才能维持一流的转轻吧 我们用十一请钟告诉你们 这个病并不可怕 我们对它有理性的认知 我们现在工具箱里有足够多的工具 来掌握这个病情 李主任你好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李子元 那今天呢我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我也是确诊了阳性两天的新冠患者 那在过去的两天当中呢 我的新冠肺炎的症状也是逐步的出现了 然后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就是 除了这个身体上的病痛之外 我在心里上也会有一些焦虑跟恐慌 我会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 来面对这个新冠肺炎呢 尤其是在这个第二天第三天 我们症状出现比较明显的时候 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昨天烧多少度啊 昨天38度我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都在烧38度啊 我中间睡着了不知道 但醒来的时候会凉 然后就一直在38度上下 已经有很多人感染了康复了 我们通过他们的这些经历 我们其实可以知道 对于这个年轻人啊 70岁以下的人情 他都是可以这个平稳的这个度过去 关于就是说这个用药啊 其实确实是一样的 我们和感冒流感用的这些药物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都是缓解症状的 那对于绝大多数我们70岁以下的人群来说 这个病毒靠我们自身的抵抗力是清楚的 但我们需要一个时间 要我们的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发烧 为什么会出现身上的酸痛 就是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发现病毒了 不舒服高烧肌肉酸痛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在跟这个病毒做斗争 它提醒我们需要休息 提醒我们多喝水 通过多喝水我们能够休息 就缓解这些疲劳和肌肉酸痛 这个时间它是一定需要的 比如说我38度 但是我很困很倦 我也不受这个体温的影响 我能睡着 那其实不需要吃这个退烧药 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我因为发烧 因为身上疼 让我睡不着觉 休息不好 那我需要吃退烧药 症痛药 能让我一个更好的休息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这个恢复 到后期呢可能是鼻塞 可能是咳嗽 影响了你的休息 这个如果你觉得能耐受 能睡着也可以不吃药 也没有问题 多喝点水 如果你觉得你的咳嗽 你的这个鼻塞影响了 估计我们用这个 腹方的感冒药 或者是症咳药 让我们这个没有那么难受啊 如果没有药的话 我们就湿化空气啊 这些都可以改善这些症状 可以用耳朵 你以后把我这里打开 还有这个好看 但是我先不停地 你会找到这些症状 你们先不停地 我再说 你是不是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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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 你这是那种 你是不是那种 你是不是那种 你不是那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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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直接排到这个大石河中 那目前整个这三条行红通道都是非常畅通的吗 都比较畅通的 因为就听说咱们这儿的 咱们那两条回道也照样有清理人员 是吧 为了行红的顺畅就为了 有清理人员现在正在清理这个洩洪通道 那除了我们清理洩洪通道之外 咱们除了还有哪些工作 现在下一步还要继续干呢 就是现在一样 咱们这个雨量啊 现在还这个还没解除预警 还得有大暴雨干什么呀 现在马上这个水已经饱和了吧 也已经形成洪水了 这是咱们体验什么 骑巡查什么呀 巡查地块地块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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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几乎想货那块 这个要巡查这个 这个因为老下雨啊 都把那房啊泡湿了 就容易有这个这个围房呢 就容易就是穿塌 造成人生安全 这是我们要提前排查的 是吧 排查就是这个有显示说 提前撤离 提前撤离 那我理解就是接下来 我们要保持这个洩洪通道的这个畅通 还有低洼地区这个村民的安全 对吧 那也希望你们在外作业注意安全 是 因为我们都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说好了 是吧 首先在在在清楚这个 咱们那个预计这个 这个砸石 还有那个砸草的一块 首先保证自身安全 是吧 好的 你们辛苦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现在那个洩洪通道的水 还是非常的畅通呢 去介绍呢 这个山洪 刚才主任给我介绍 这种山洪在两天之内 大概如果非常畅通的话 就会全部排完 好的 主持人现场的情况 就是这样 我稍后再跟您更新